Sorry I'm Chinese Why Oh my god 哈囉大家好我是嘎嘎老師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時間啦 那今天我們要看的影片呢 是差不多已經敲完一個月的影片 因為這首歌呢是經中國唱的Speechless的版本 那因為我想說之前已經評過Speechless 所以我一直想說忽慮這件事情 但沒想到竟然被大家敲了一個月 想說好像還是不能逃避來評一下好了 那在我們看影片之前呢 先跟大家小小介紹一下經中國這個歌手 他在韓國一開始出道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位歌手 那只是後來他比較紅的時候 是在他參加Running Man的時候 那他本身其實已經出過7張個人專輯了 所以其實真的是蠻厲害的歌手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看他唱這首Speechless吧 好來囉 喔忘了跟大家說 為了最真實的呈現他的聲音 我們特別找了一個Fame Cam 所謂Fame Cam就是粉絲側拍的版本 所以他不是電視台播出的版本 我相信應該可以更真實的聽到他真正的聲音 我們就來吧 這Fame Cam也太厲害了吧 哇 好聽喔 喔 聲音好輕喔 But I won't cry And I won't start to crumble But never they try Just show me your mommy and I Oh 它的聲音好輕喔 會比較偏肺育輕或是說胡夏那一類的 就是聲音比較溫柔比較輕柔這件事情 它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它的咬字下巴會稍微比較緊一點點 至少剛剛這個段落它的下巴開合的幅度都比較少一點點 那下巴開合幅度比較小這件事情呢 其實也會讓一個人唱歌的時候 聲音會稍微比較沒有那麼出來的感覺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用一個字去練習 比方說go這個字 因為在go這個字的時候 你必須要開你的下巴再合起來 go 覺得喵太是不是會放大這一塊的 go 所以你的下巴記得就是要肌肉 就是讓它可以比較鬆一點 去習慣讓你下巴是會開的 所以比方說剛剛那一段可能就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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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練習對於所有人來說 你應該練完這個練習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聲音會自動稍微大聲一點 而且聲音比較亮一點的感覺 最近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OK 那我們要進精彩的prechorus 就是副歌前段了 我們跟你們的練習 一起演示一下 等一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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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剛剛副歌的處理方式呢 就是他會唱的稍微比較黏一點 也就是他字跟字中間會延續的比較多 這個做法通常是在他的子音可能就是 點到為止就立刻進母音 聽起來會比較有這樣的效果 然後比方說 有沒有他的每一個母音 都會拉到下一個子音之前才進子音 就是他不會中間有斷開的狀況 所以聽起來就會稍微比較 黏一點的感覺 我都不知道在幹嘛 也因為他的速度有放比較慢 就聽起來就更黏一點了 然後他在一進副歌的第一個字啊 I won't be silent 的那個I這個字啊 他是唱了high I won't be silent 然後這個字如果你自己在唱的時候 我不建議大家唱high 因為其實唱high 你會發現高音是比較難唱一點 所以可以的話就是唱愛這個字 不要唱high 然後我突然就有點好奇他唱什麼key 圓曲是深F小調 然後他唱F小調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女生的歌 如果男生要唱的話 基本上是降五個key 會是完全的轉換 那他只降了一個key而已 所以就是代表他比一般男生多了四個key 就是很高的意思吧 簡單來說 所以他其實從一開始的key 就是選的比較高的 就他選這題也會讓我蠻好奇 就是他男生比較偏低的音域 唱起來會什麼樣的聲音 但這首歌看起來沒機會了 我再找機會再聽一下他其他的歌 好 那我們就往下聽囉 這FanCam的音節太好了吧 I better see and I heard But now the story's ending Cuz I I cannot start to crumble Start to crumble So come on and try Try to show me and call me die 所以像剛的 Come on and try 那個圓曲的時候 他是唱一個比較類似大家說的滾喉音 So come on and try 然後他剛剛就是處理的比較像是溫柔的唱他 所以我也覺得蠻有趣的這樣子 往下 所以他也唱high了 Fan Spoken Cause I don't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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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先到這邊 我之前在我的影片裡面 講真假音轉換的這些影片裡面 我有講過關於好球帶這件事情 簡單的幫大家複習一下就是 在你同一個音高裡面 你可以有比較輕柔的唱法 也可以有比較扎實的唱法 那這個可以使用的範圍就叫做好球帶 那大家會發現 金中國他整首歌的唱法都是比較偏輕柔的 也就是比較偏好球帶上面的 這樣的聲音唱高音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相對來說 或者說反過來說 他也會聽起來比較沒有張力 因為他聽起來就不是扎實的聲音 所以你會發現 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時候 他的副歌聽起來就會差不多 或者說他即使這首歌的音域這麼高 可是你卻沒有一種爽感 但我們待會後面還有一個bridge 還有一個橋段 我們來聽一下怎麼唱的 嗯 這邊就有了 哦 到這個地方 可能音域也比較高了 所以他就會自動唱到好球帶比較偏下的聲音 就是比較扎實的聲音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剛剛唱的幾多高了 夭壽哦 哈哈哈 人不出場夭壽 這個音高已經到了降一五了 反正就是很高 然後比死的都要愛還要高很多的意思 因為他音色的選擇 會讓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 其實他已經唱到滿高的了 嗯 剛剛後面這一小段的高音 基本上都是在男生的同聲區 好 那我們往下囉 我們在旁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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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夢粉 prof下 他就突然變成一個很man的聲音 我有點難以適應 最後這個講話聲音跟他唱歌的聲音非常不一樣 因為我其實沒有聽他其他的歌曲 但是至少在Speechless 這首歌 他幾乎都是用好覺到比較上面的聲音 就是比較輕柔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可以藉此提醒大家 就是說你的講話聲音低沉 不代表你不能唱高音 因為就像他講話聲音這麼男生這麼man 他的高音還是可以唱到降一五 就是可能有些女生都唱不到的音譽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放棄治療 趕快來找我上課 偷偷的工傷了一下這樣子 我自己剛剛有發現就是 他會比較容易唱得出好覺在偏下的聲音 大概會是在A4以上的音譽 會比較容易唱得出這種好覺在偏下 也就是比較紮實有張力的聲音 所以我就覺得也是蠻特別的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論壇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你們自己還有覺得 哪一個韓國的solo歌手也很厲害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附連結推薦給我 那為什麼不要韓團呢 因為韓團人太多了 我真的會 我就會有點負荷不來 所以歡迎大家推薦韓國厲害的solo歌手給我 好不好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加分享 有沒有辦法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要在一四晚上九點都會發布新的影片 另外我希望每個禮拜二晚上也會直播唱歌哦 最後也別忘了按讚我們Facebook的追蹤IG 加入我們LINE哦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卡拉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